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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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白冰 大家看到我這山莊束就知道 我是被迫 但是有時候 有些東西要苦中作樂 我們這麼難得來到日本 會跟大家探討 日本人吃什麼 為什麼可以這麼健康,他們又長瘦 刺身其實非常好 大家如果有來過日本 應該大家都來過日本 刺身當然有不同級別 但其實便宜的都可以吃很多 而刺身最好是什麼 應該大家都知道,就是有豐富的Omega 3 其實上次小弟去過別府 今次就來有馬 有馬是一個很有名的地方 是浸溫泉的 我們一進來就有一個洗手間 日本的廁所通常都是去置中,沖浪的位置分開 這裡有洗澡,然後 這裡有一個沖浪的地方 然後就來到我們的彈廳 正常是不用預訂這麼大的 因為小弟想有私人風去 然後我想預賣,有馬是比較出名的地方 所以旅客又好,又好也好也好也會比較多 然後由於小弟太遲賣,沒有了二人房三人房 所以今天這個是五人房來的 只剩下五人房才有私人風去 這是我們吃的地方 我們的早餐夜晚都會送進來給我們吃 然後這裡有個休息的空間 這裡有個按摩器,有個露台 我們露台可以在這裡出去 雖然是五人房,但其實都沒什麼好看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私人風去 因為上次小弟在地府浸了一個公家 都不方便浸公家,很限時限拍 有陌生人也是其次 大家放心,如果公空中的溫泉一定是男女分開的 所以今次想浸多一點就只要選個私人風去 稍後再跟大家詳細介紹溫泉的資訊 我們繼續玩吧 這就是剛剛我們在廳裡看出來的露台 這就是我們的鏡 我們來這裡進題,講一下溫泉 我們就開始講第二次的 好,再跟大家講一下沈烏牛有什麼好看 沈烏牛的養殖方法是非常令人羨慕的 當中的養殖方法就是聽音樂,喝啤酒,按摩和對草 不然是吃草,而牛喝啤酒的好處就是 不用吃基因改造的熟米,同時可以令牠們肥一點 啤酒是大麥和小麥酵,沒有東西就會被酵母強分解 同時牛肉有四個胃可以完全分解酒精 和人類是不同的,為何優質的和牛這麼有營養 有即使這麼多脂肪,吃完都不會肥 Hokko Hokko挺普通的 Hokko挺普通的 那個廚師說他一知我們是香港來 他很喜歡小龍 我們吸收到很多不同有用的產物質 他們的養殖方法也是非常之好